第六頑彩 好了又到這個六頑彩的環節 大家很開心 因為選中有頭兩名就已經入到六頑彩過一關 事不宜遲 我看看最後一個六場六頑彩的我會怎樣選擇 第一,第一關當然是選三隻,三T長次之前都有點亂 雖然這場四八六三匹都贏過,但選兩隻算了,我不信何良可以連接 選智聰明、威子晶和尚浦覆滿減九分又有個一檔幫到他 另外,次關也是選三匹,初出零距離試兩集出來一定好 另外,羅富全這隻馬增情好些,風箏如上田泰安 另外,冥氣之心,初出跑得好,看看今次換雷神追不追到 然後,三T次關,勃勃,這關我覺得最難 活力勇士找周俊樂減了七磅,看看降了班可不可以 雨風超影,特地縮來跑,不跑頭場,贏過千八都不報,鬼上身 看看這兩隻可以不可以 另外,去到第六場三天尾關,選三匹,勃勃爆冷 安仲這隻很強,沙田對著美麗天使都敢落飛 必秒升八十分贏過,跑三班有好處 秒算達人就搏這隻冷,看看內檔能否幫到他 另外,尾二的關也是選兩匹,閃耀榮光 上次跑得很近,其實打搭都經常近 南驅寶還是準確,看看十一檔更換分頭也不錯 尾關一隻夠了,天地人呂健威有馬不出,出高明進將 找得潘頓再搏,都是想交差的 好了,選了這麼多隻馬,大家都很混淆 在我旁邊有六關的波波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六環彩,希望大家中不中 分享,訂閱和留言,當然要訂閱這個頻道 好了,這次時間差不多,下次再見六環彩 拜拜 bé 呀 niin 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